十四,大公、旅業差拖累零售市道站難言見底鄭家純與港人密作港客行動 2015年9月4日經濟A20財經頭條面對本港零售業持續不振 周大福01929主席鄭家純認為,旅遊業走下坡,對零售業造成衝擊 呼籲港人要齊心、切密造出港客行動 對於新世界發展00017參與管理尖沙咀星光大度活化項目的爭議 鄭家純首度開刊回應指,自己好心做壞事 強調該項目擴建並不存在利益輸送 大公部記者李傑而零售市道處於冰封狀態 鄭家純認為,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美元持續強勢及反自由行等,均影響本港旅遊業,拖累零售市道 他指出,部分是不可控的因素,困難以預測本港旅售市道是否見底 不過,他認為,港人能夠做到的,是要齊心,不做港客行動 周大福壓縮網點減少脾費鄭家純表示,目前周大福每間店舖仍有錢賺 為更多會考慮協同效應,例如三間店舖人流少,就只開兩間,可以減少脾費 不過,關閉的一間不代表食錢 鄭家純透露,周大福店舖租金平均下跌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被問到會否趁低租級納店舖,他指,躺藥遇到好地點或會擴充開店 唯要視乎生意額來進行適度調整,強調不會死牛一面頸 說個事唔好就關店舖,即使有關店行動,也要視乎客源收縮的情況 為迎合顧客需求,鄭家純表示,最近以把貴價貨轉為西價貨,整體平均單價下跌百分之十 他提到,雖然黃金生意不及兩年前旺盛,但近期已有所改善 周大福在內地及本港的銅店銷售跌幅已收窄 活化星光大道創三贏局面對於星光大道活化工程的爭議 鄭家純表示,早與有關團體進行二至三年諮詢 對於市場的爭拷點,根本摸不決壞老,又指現時星光大道的設施殘舊 在國際間的評價是美意的景點,不明白為何市場想出現諸多阻撓 怎會有利益輸送呀?我無錢賺持,要貼錢出帽子 鄭家純形容自己好心做壞事,又表明歡迎為該項目 公開招標,為相信莫多小人有興趣投標 不過,他承認,星光大道活化後,可望帶動輪近正在重建的新世界中心人流 亦可為港人增添景點,政府更可通過美化城市而帶動旅遊業 算是三贏獨面,鄭家純強調,會以平常心看待事件 有批評社會上有個別人士心存政治目的,為反對而反對 這對香港市民未必有好處 另外,被問到本港樓市前景,鄭家純直言,本港樓市有升有跌 暫難以預料走勢,為股市波動難免影響置業者的情緒 相信待經濟,股市穩定後,置業人士信心有望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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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